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我們來試玩一下 誓君者愛德溫吧 不過在試玩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魔術禮貌 這個活動又出來了 那魔術禮貌呢 就是會包含這個 馬戲團巡演 那一天打三次 對不起 兩次Boss呢 就可以獲得130個魔術券 再包含了這個 每日任務呢 總共一天可以獲得 275個券喔 那275個券 乘以12天的活動天數呢 無課的話可以獲得3300 那3300呢 等於就是110抽 那110抽的話呢 你會獲得110個這個紀念章 那這個紀念章呢 看你要換什麼東西喔 新手的話呢 盧克雷蒂亞是有的喔 那至於說其他的話呢 金河金翠啊 這些都是永遠欠的喔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說這個 誓君者愛德溫吧 那我們就先來 這個簡單的 這一個賞金試煉喔 因為呢 在昨天啊 試玩試煉之地後 我覺得他真的是 非常的強喔 可是不知道說 這個是因為說 試煉之地啊 敵人的等級一樣 所以說他的傷害比較高 還是說他在主鍵推圖呢 也可以打出不錯的傷害 這可能是我們要測試一下 那不管怎麼樣呢 他的這一個 怎麼講如果說你要玩他的話 你一定要克硬30 為什麼一定要克硬30 因為呢克硬30的話呢 他才會有那個 這個什麼 受到技能傷害 然後呢會免疫 注意是技能喔 他並沒有寫說什麼普攻啊之類的 可是不管怎麼樣啦 就是會有免疫傷害的這個機會 並且還會無敵3秒鐘 那在試煉之地 測試的時候會發現說 他真的有無敵耶 然後呢 這個的話 我覺得對於說坦克啊 還有說 後期的角色來說呢 有這個無敵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 這個特性喔 好那我們就來簡單來玩一下吧 他自己本身造成的輸出還蠻強的 因為當時在看技能的時候我想說他是坦克 那可能有一些這個什麼 什麼傷害啊不超過自己攻擊力多少 可是呢實際上測試的時候發現說 他自己打出來的傷害非常的高耶 我們看一下 他幾乎是可以像是一個主廚出手 傷害的部分 喔 還是這個 哲司庫 站在後面比較多 不過他的傷害也是蠻高的 然後他地上那個領域啊就是 就是這個受到 敵人就是我方 受到的普攻傷害會減少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攻擊招式啊 這個反擊啊 如果是領域類的人送到敵人 受到攻擊的話呢還會沉默 那他也可以讓敵人有減傷 然後呢我方的友軍還有增傷喔 都是跟這個領域有關係 那這個領域會跟著他走 有點像亞瑟後面那個領域 但是呢他開大招呢 又會再開啟一個臨時的領域 12秒 所以呢這個領域就是 呃會 怎麼怎麼講呢 他他他開大招次數越多呢 這個領域就越多 好所以看到說他的傷害還算蠻不錯的喔 喔雙頭第一名然後第二名就是這個愛德溫了 感覺非常好打 喔可能 不知道兩隻行不行喔 兩隻會不會太誇張 可是他那個反擊的傷害 這真的是蠻強的齁 換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他是有免疫的喔 他是有免疫的 他跟雙頭都有免疫喔 你看 兩隻就搞定了齁 免疫免疫 這樣子 啊雙頭本身他也有這一個 這個這個免疫齁 所以這兩隻就可以搞定了嘛 好再來 來 這個的話我們配一個坦坦的亞瑟好了 亞瑟是後面的領域藍色的 他是綠綠的領域齁是跟著他的 我們看亞瑟很坦齁 但是呢 艾德溫也不怕齁 我要格擋格擋 這樣子單打斯克雷格打不通齁 那個護盾還是還是太大了 免疫免疫免疫 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再擺一隻 輸出手幫助他好了 控場好了 達芬奇好了 好亞瑟坦得住齁 然後他的話呢 其實有這個70%的普攻 傷害下降還是不錯齁 雖然說不是 不是像亞瑟這樣子全部的傷害都減少70% 但是 感覺上還是可以抵擋蠻多傷害的喔 又免疫又免疫 然後他收到的傷害量確實也沒有那麼多 哎呦喂啊 這樣誰強了喔 還是我們艾德溫強喔 OK 好跟狼人PK也不會輸喔 好再來 喔剛剛那應該是達芬奇的群傷傷害喔 好大家互相免疫喔 獅子也免疫 然後呢 艾德溫也免疫 哇啊啊 怎麼突然輸掉了齁 好我們換個位置喔 來喔 亡靈面對耀光的色恩齁 應該斬瓜切菜吧 哎呀 這是那個 稻草人 阿拉羅 阿羅拉 臭臭泥 反正 他的攻擊速度也是蠻帥的喔 這個武器 帥帥帥帥帥 達芬奇第一名 但是他的傷害量確實也是不錯喔 好這樣子 這個賞金試煉相當的簡單 不過呢這樣子玩實在是玩不出來喔 所以說 我們就簡單試用一下好了 好 試用一下 那我們就來個也是一樣喔 雖然說這是 已經是戰力比較強了 但是我們還是加減做個參考 這個是盧克雷蒂亞隊嗎 盧克雷蒂亞隊真的是沒什麼好換的喔 總不可能說他一個人 他一個人當主輸出吧 這應該不大可能吧 我們看一下傷害量 1.59B 你看他是打得出來的喔 如果說 如果說 如果說他活得下來 他確實是可以打出高傷的喔 雖然說輸掉了 雖然說輸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傷害並沒有很低喔 他打得出1.5B的這個傷害喔 雖然說這個 只剩他活下來當然他會高傷 可是 如果說是這個傷害打不出來的角色 他是打不出這樣的數字的 所以他是有辦法打出高傷的喔 他自己一個人 這樣子詛咒夢境是不是代表說就有細唱了呢 然後呢 再來是第二隊喔 第二隊的話 古王反傷就沒什麼好看了 第三隊的話 這一隊的話應該是斯加萊特當主攻吧 控場隊 那就沒問題啦 他也是可以當主輸出手吧 然後大家都在這個領域內 對不對 肯定沒問題的喔 好 我們的鳳凰塔林第1名 他也第2名 比這一個 法師的老鷹還要高喔 好 再來 所以我覺得這支有細唱喔 主線推圖啊 祖宗夢境啊 我覺得都有他的位置喔 把敵人降防 然後呢 這個 我軍增攻 然後又有減傷 然後自身的又可以這一個 算是 無敵 這個就死比較快了 再來一次 無敵無敵 哇 這個這個時間裡面有抓好 換個位置好了 普通攻擊 索羅斯算是普通攻擊嗎 哇 掛掉了掛掉了 哎呀 可惜呀 那麼換個位置好了 帶萌胸胸 幫我扛一下 這邊就 這邊就控死死了齁 應該沒問題了吧 哇 可是 這個砍 呃 尷尬了齁 我說他傷害不錯 怎麼 怎麼這護盾砍不痛啊 喔 這個 這怎麼回事 瑞斯培的護盾這麼猛喔 欸 可是其他人也打不痛啊 所以 所以這是瑞斯培的問題 不是 呵呵 好 不是愛德溫的問題喔 這個 這個瑞斯培是發生什麼事情的 怎麼這護盾這麼猛 呃 我們 我們 我們再換一隻角色好了 然後換個匠神 喔 匠神是 把這個神霞給了我們的這個愛德溫 愛德溫爭氣一點啦 我砍我砍我砍 砍得比較慢一點 啊 又 又回回去了又回回去了 欸 身邊有那種超級 超級的這個爆傷的輸出啦 對面是哪邊有護盾啦 奇怪 不是都控起來了嗎 努力的砍 他努力的砍 喔 反擊 喔 可是別人沒有打他 所以說他就沒有反擊是不是 喔 他是 呃 他的反擊是這個領域內的友軍受到無視普攻傷害會反擊 喔 那 如果說敵人都不動的話 他就不會觸發那個反擊吧 這個樣子 好 所以說呢 這一次傷害是誰最高勒 喔 是這個達芬奇最高喔 好 所以他可能沒有什麼破盾啊 或是 呃 無視防禦的傷害喔 不過也是不錯啦 就一個坦克來說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齁 東猴 亡靈隊齁 換成東猴愛德溫呢 東猴愛德溫 愛德溫在這邊齁 東猴愛德溫 東猴的減傷 再加上愛德溫本身又有減傷 雙重減傷 雙重無敵 哇哇哇哇 掛掉了掛掉了 好 換個位置 不過他比較適合 就是大家會往前衝吧齁 因為他那個領域內的友軍 他會在 這個我軍密集處 升成一個領域齁 所以越多友軍 在這個領域內 然後受到的傷害 那他反擊的次數就應該會更頻繁 這個樣子 好 掛掉了 呃 傷害的部分 還是奧登第一名齁 不過他第二名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 應該是都可以把他 上來用用看齁 因為他的這個 怎麼講齁 這個 特性的話是蠻全面性齁 不只是坦克 然後輔助的效果也有 那至於說他要當個 輸出手 加點也是可以的 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看他跟熊妹的傷害誰高啊 唉唷 你看也是不錯的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在詛咒夢境的話 應該也是有不錯的表現喔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проч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發明的話 下次見 再見吧 我們下次見 題目 再見 他 最好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